最近经常在评论区跟店说 老姐什么时候出一期读评论 我相信粉丝们都非常的乐意 奶奶和饭碗都出了 就怎么说呢 以前白初是因为 你们的问题一个比一个的奇怪 一个比一个的变态啊 但看这情况估计是不毒不咸啊 来上评论 老姐你怎么不和江河一起玩了 这个问题问的哈 我记得我曾经直播的时候给大家解释过 但还是有很多的粉丝们不清楚这个事情 原因也很简单 是因为我和江河只是合作关系 原本是非常的愉快 但后来他愈发了忙碌 我找过他了好几次想要录素菜 也有些非常紧急需要他的时候 但都以忙碌的原因导致无功而返 所以呢就合作终止了 至于为什么不找其他人录素菜 比如小徐之类的 其实我也不是没找过啊 他好像人家没搭理我哈 就这么回事了 下一个 毛姐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情况 那么众所周知呢 毛姐的喜欢里有些东西 但那都是绿头小子看的 这小子每天都有上我的账号去看一些视频 你说看就算了 还非要跟他点个赞 导致现在有很多粉门都以为是我看的 那这也太狗物了 我向你发起了好友申请 毛姐你同意一下 这个好友吧 应该是加不了了 三百个位置已经满了 等我回头开个小号同意啊 毛姐你知道这个是什么电影吗 好好好 你这么整是吧 不过叫我熟 不出意外的话 他应该是 孤丸一毛的 毛姐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这个评论我看见也有好几次了 都说我长得和他像 像吗 一点也不像好吧 这照片是你吗 是我 是吗 是 那时候我还很瘦 毛姐你敢不敢带上绿头奶奶 翻了些孤梦去玩密室 毛姐你干不会是不干吗 密室这个东西吗 我肯定是敢去的 但上次不是带洛洛去了吗 当然也都能看出来 这小子差点没瞎尿了 我怕到时候带他们斯里克去了 他们急挺尿裤子怎么办 到时候发出去 多没面子 对不对 不过呢 这个我也在筹备中了 相信不久的将来 应该大家可以看到哈 毛姐你可不可以挑战和呆呆表白 然后说表白错人了 然后当着呆呆饭头戏的面和奶奶再表白 我发第七次了 呃 发七次了 尊都假都哦 啊 不过虽然你这个挑战有些许的复杂且带了一些变菜的味道 再看待你发了七次的份上 答应你答应你好吧 下次一定转啊 那那那那猫姐你能不能多整一些质量的视频 我们都很喜欢看 尤其是你和绿头小的奶奶他们拍的日常什么的 或者你们玩的一些游戏也不错呀 这个的话可以呀 我不是开了个叫毛姐不洗头吗 那个就是专门用来拍日常的 上次我们还玩了随速卧底来着 只不过我还没来得及捡 还有问我直播时候吃了五股鸡爪是在哪买的 这些你们应该都能在日常话上看到 你们就放心好了 毛姐你和绿头究竟有没有先下做一些羞羞的事情 呃羞羞的事情 你指的是哪方面 做倒是做过一些 比如吃饭睡觉开 具体的你得问绿头 毕竟你他天天吵着闹 上次还说要求我看电影来着 让我想想看个什么电影好呢 我看电影好呢 感谢观看